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8月2日 今天同樣有機會是新中國成立後最重要的一天 因為佩洛西最新的消息指 他有機會今晚8時半將會抵達台北重山機場 而解放軍那邊亦出動了東風導彈 來迎接今次的佩洛西訪台行程 據知美國白宮在昨晚正式表示 完全支持佩洛西訪台的行程 甚至扭曲事實 就說假如是台海局勢緊張升級或甚至有甚麼情況出現 中方需要負全責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亦會和大家探討一下今晚開戰的機會率大還是不大 與此同時 台灣亦有媒體踢爆 就是蔡英文政府打算撤回對佩洛西的邀請 結果被佩洛西罵得他像一隻狗一樣 結果他現在連不邀請人的權利也沒有 顏色了這次台海戰爭中其中一隻棋子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亦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此中方 台方和美方三方面的軍事部署是怎樣的情況 而美方的部署甚至讓我們看來是很想開戰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亦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訂閱和開啟旁鈴鈴 你便不會錯過肥仔傑的影片 今天可以說是我們新中國成立後 可以說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因為今天有機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有機會直接武統台灣 甚至有機會我們中國首次擊沉美國的航母或軍艦 為何這樣說 大家知道佩洛西一直計劃訪台 而最新的消息指 他將會在今天8月2日晚上8時半 抵達台北的重山機場 假如佩洛西真的去了台灣 便馬上會引爆台海戰爭 而過往我們中方外交部亦多次表明 強烈反對甚至一切後果是他們要自負 甚至在多次的聲明中 表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會就此罷休 亦不會坐視不利 根據今早的情況 美國白宮已出來表明了 全力支持佩洛西訪台的行程 亦表明佩洛西想去哪裏是他的個人自由 不得干預 甚至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佩洛西訪台完全是對方的決定 他呼籲中方不要因此而加劇這個緊張局勢 他亦表示如果議長確實行程 而中國試圖製造某種危機 或用其他方式令局勢升級緊張 這完全是北京的責任 事實上不單止這番話被中國人罵得狗血淋頭 連外國人們也知道這次情況是誰先坐在一起 Twitter上的網友不約而同地不同意布林肯的說法 就說如果佩洛西要去台灣 可否告訴我們為何 教教我們 另一個網民更說 完全是美國挑釁 我們現在只能期望中國可以自衛一些 更有人說對不起 是中國把佩洛西送去台灣嗎 沒錯 美國這次為了佩洛西單方面強硬堅持的行程 現在就要繼續幫他所做過的事去承擔責任 甚至在互亂說話 互亂抹黑我們中國 不過不要緊 在這件事上 我相信世界的人民大家都看到 因為這件事的爭議本身很大 佩洛西訪台早已警告過他 不可以來 老實說 台灣也是我們中國的地方 我們不邀請你 不請自來 這樣真是好嗎 亦說明 你現在進來 我打理 就好像在門口寫著 非請勿進 否則報官 難道你又繼續進來嗎 這很明顯是佩洛西一手造成的後果 當然我們中方就這件事已經做出嚴重嚴正表態 甚至我們的軍方已經高度戒備 在昨天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8.1其實是我們解放軍的建軍日 建軍節 而在8.1的建軍節前夕 我們的解放軍首次是亮相東風17 東風17是一個中程的導彈 它本身也是一個機動性比較高的導彈 而東風17向來被視為是航母的殺手 甚至可以完全避開美國所有反導彈偵測 甚至反導彈武器的一個中程彈道導彈 現時美軍所有的航母或軍艦都無法攔截東風17 東風17在最適合的時間量上 就是在8月1日前 亦向美軍展示了中國軍方實力 而且最重要 東風17的射程是1800至2500公里 而它擊中目標的彈頭和目標相距的位置 那個叫做誤差只是幾米 而精準度亦超過現役任何一款同類型的導彈 而東風17據知道已經在調往廈門相關的海域 進行戒備 在今天早上開始我已收到不少來自內地的朋友 包括來自廈門的朋友 和我分享在廈門方面軍事調動的相片 我們從這些相片中已經可以看到 今次中方是完全高度戒備 甚至為了戰爭準備一足即發 我亦有一個小片給大家看 就是解放軍的坦克車和軍用車輛 去到廈門那邊的情況 現時我們國家已經把渤海和南海部分地區 劃為禁飛和禁止任何船隻進入的區域 我們國家聲稱表示要進行實彈的軍事演習 但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普通的軍事演習 而是針對美國軍艦甚至是航母的軍事戒備 老實說 今次 台灣那邊的反應亦比較差了一點 甚至被人看得十分軟弱 為何這麼說 今天早上台灣那邊的軍方亦開始調動他們的軍人 前往松山機場和沿岸的位置 作出一個高度戒備 但小估不到他們其中當中亦發生過一些意外 就是有些軍車撞到平民車輛 但台灣軍方的弱實力也不及他們所謂的總統 蔡英文弱的實力 我們台灣省的省長蔡蔡子早前奏著中國的一個 我們擺到明明都明昌的嚴正警告 台灣那邊單方面向佩洛西曾經提出 就是要求他不要來台灣撤銷邀請 但據中時新聞網引述知情人士 即是台灣那邊媒體 引述知情人士指 美國白宮和軍方曾經勸佩洛西 台灣當局甚至撤回邀請之意 但佩洛西為了自己個人的名譽聲譽 所以強行一定要去台灣 甚至在電話中罵蔡英文 罵得像一隻狗 結果蔡英文被人罵完心有不甘 而他亦是騎虎難下 他的老闆就是美國 怎可以不聽 結果蔡英文繼續容許佩洛西去台灣 軟弱無能的政府 軟弱無力的領導人 又怎能領導台灣 反攻中國 當然 我相信在今次台海戰爭或中台關係中 最緊張的位置並不在於台軍的實力 而是說美軍的部署 最新的消息指 其實美軍已經在台灣附近開始部署 不僅是航母 亦有軍艦 據知道現在在台灣附近的海域 美軍已經部署了航空母艦和戰鬥軍艦 當中為人熟悉的是早前和大家說過 一艘列根號的航空母艦 早前在30號離開菲律賓後 已經前往台灣附近的水域 另外在沖繩附近亦部署了一艘 兩棲突擊艦尼波里號 然後在前一點亦部署了 在日本附近的兩棲攻擊艦美國號 這次美軍可以說是全軍總動員 是要為佩洛西護航 但我們中國軍人解放軍亦不是吃草大 亦不是亂來亂來 這次佩洛西訪台的行程 很大機會觸發台海戰爭 東風17到底會否射出去 去攻擊美國的軍艦 會否有其他包括我們解放軍的戰機 攔截佩洛西的專機 佩洛西那邊據今早的媒體新聞所指 他基本上為訪台的行程已經做好準備 因為佩洛西在今天早上 他們美方除了佩洛西自己乘錯的C40C的軍方專機 在吉隆坡降落之外 另外美軍亦安排了另一款同型號 同款的美軍專機抵達吉隆坡 可以說一次過出現兩個雙拋胎的專機 雙拋胎專機的用意是為了擾敵 讓敵方的軍人或導彈系統 沒有辦法精準地預測 他們主要的人物在哪一架飛機上 可見這次佩洛西的行動是具挑釁性 如果你真的帶著和平主義來台灣 你又何必出動你的雙胞胎專機 而這次佩洛西的行程擺明是 針對中國軍方 你不讓我來 我一定要來 夠膽你就打我下來 打我下來 我們的航母立即和你開戰 但相信他們的航母始終不是在美國自己的地方 他們要增援亦比較困難 你在中國人的地方玩東西 能不能逃脫 這正正就是佩洛西更加應該要想的問題 當然 在今天晚上大概7時左右 將會正式開起台海戰爭的序幕 到底會不會開戰 到底後續的發展是怎樣 今晚拭目以待 待會的影片大概在5、6時左右會播出 就是和大家說說我們現時中國一級戰備狀態 是甚麼情況 稍後會和大家說一說 同時今晚我亦會開直播 晚上10時11時左右整合佩洛西 去到台灣後發生的情況 是和大家開直播去看看 大家記住暫定 在今天下午5時有另一段影片 晚上10時會有直播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